人民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陶罗娜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一名政协委员 我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这次的提案呢是关于竞技体育的 设计项目的作为我们国家的优势的竞技体育项目 我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能够在校园当中利用好我们的人工智能设备 在校园里面进行普及和推广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呢激光设计激光训练仪 目前呢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推广 激光训练仪本身也是一种人工智能的一个设备 他可以非常安全有效非常精确的把运动员每一发的技术动作 用数据来进行一个呈现和分析 那运动员通过这些数据能够非常精确的知道 自己的技术动作的问题在哪里 难点在哪里怎么去突破 同时呢这种人工智能的设备非常安全 非常有利于在校园当中的普及和推广 然后作为竞技体育呢 也需要更多的后备人才挖掘更多的苗子 之所以选择这个体验呢实际上跟我长期的从事青少年体育的工作 以及自身的体育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因为竞技体育运动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会碰到瓶颈期 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及时有效的发现运动员身上的一些问题 而且是精确度非常高 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 黄金的训练时期是非常短的 在国家队训练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 他一边学习一边练习一项技能 实际上也是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 那如果能够非常有效的利用好我们的业余时间 然后能够去挖掘更多的 非常适合这个项目 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些优秀苗子 我觉得也是为国家节约资源 未来呢我会继续关注我们的体育事业 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到青少年体育 希望为体育强国建设 奉献自己作为一名委员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